就有能力的人 还有有责任感的女人 特别嫌不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不管哪一个格局 对到都算 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永远嫌不下来 不管哪一个格局 天啊 对 来 我们有这些笔画的人 有13 16 24 26 30 33 34 36 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天生都比较好动一点 从年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比较活泼 比较爱动的 比较爱跑的 到了她当妈妈的时候 她也相对的 她也比较嫌不下来 你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妈妈是小孩子 小孩子送去学校之后 她就开始摊在沙发上 开始看电视 但这些妈妈很难 她可能小孩子送出去之后 她就开始可能 我赶快要去买菜 等一下回来 要给她做什么菜 要给她送什么便当 或者是去看看 等一下 比如说我加热的时候 可以带她去哪里游泳 或者是 现在很多妈妈忙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有的如果有加上洁癖的人 小孩子一出门之后 她就开始打扫 她就开始打扫 打扫到小孩子回来 她还在打扫 所以她每天重复的动作 一直在做 有一些妈妈是早上煮完 早餐之后 你知道那个锅碗瓢盆 都擦得像那个镜子一样 然后家里一尘不染 我看过很多妈妈 你不要笑人家 你这个处理座 你以后就会是这样 我有吗 16没有 你以后要是有小孩的话也会 我们有 你有30 Oh my God 我们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会自己有强迫症 就是说当你有小孩的时候 你会重心放在小孩子上 你要给他一尘不染的环境 但如果说你没有小孩的时候 你在你的事业上 你是会忙得不停 你会一直一直不断地求心求尽 你会一直去学 在你的专业里面 领域里面去求成长的 那因为你现在没有小孩 所以你可能在你的演技上面 你可能回到家里 你会一直看 一直看人家不同的演技 对 但是如果这个对到越多 有的妈妈是对到三柱 那个强迫到自己不行 好像华人的妈妈 都自我要求比较高 都不放过自己 那孩子都抱在手里 我也是去录影别台的 有那个姐妹会 就很多有那个洋人 洋人的小孩 全部都在地上爬满 但是华人的妈妈 东方人的妈妈 这孩子都是抱在怀里 对 我在国外看那个捷运上 洋人那个爸妈都是年轻的 也去全世界自助旅行 那小孩脏到 对啊 很脏到趴在那里 乱舔舔椅子 对对对 真的 爸妈也没有在管 然后看到的时候 把他拉下来 然后拿一块水果 那手脏的 拿一块水果给他吃 对 吃得很开心 都没有在管的 对 有些华人都说 这个脏 那个不要 那个跌倒 对不对 很多的你知道 那个浴室 他天天就是在那边刷 已经那个缝跟缝 都已经刷到透明了 都已经亮了 他还在刷 对对对 我这边有刷到 那个sleekon都被他刷掉了 然后重新打一遍 那这个兔黑姐姐 你有这样在刷浴室吗 头发 我觉得我的强迫症是 对头发 我真的很受不了 可是我自己也常头发 可是我真的 跟我们家女儿讲了千百遍 我觉得后来变得 你知道我一开始跟他说 你们千万拜托好不好 吹完头发 地上的话撸一撸 原本是说 叫你们用卫生纸 这样把它撸一撸 后来买那个 除静电纸 那个比较方便一点嘛 对不对 也不弄 几乎每天都是我在弄 到后来我跟他实在是 你看我妈妈 你就不一定一回家戴法网 妈妈就这样一直放下 戴玉帽 一进门就戴玉帽 妈妈这样一直放下 一直放下 我说这样好不好 拜托你们两个 你们自己的房间 那种范围总可以吧 你就是一直在退步 一直在退步 这样不行 你就是我讲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你不做 可是我看了我就难受 你知道吗 你要忍耐 忍耐 我就变得都长大 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决定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房 而且我自己 他们房间地上有任何脏 我真的当视而不见 我就要非常的忍受 你知道吗 掐自己的大腿说 看不到 这样你知道吗 然后就要让他们自己 去清理 有这些笔画 他就像扫描机 你知道很多人回到家里 他回到家里 可能就摊在那边 但他回到家里 他可能就开始扫描 这个地板有点脏 那里厨子有点脏 然后这里又有点灰尘 然后去上个厕所的时候 这里有一点水质 也不行 他就回到家里 就开始扫描 所以他永远不得闲 所以他没事都要找事做 所以通常有这些笔画的人 通常都长期睡眠不足 那真的该去改名字了 这个年龄 改名字还来得很清楚 他有优缺点 因为他也因为 他自己这样闲不下来 所以他的优点就是说 他把人生所有的事情 都做得很好 他事业也会经营得很好 家庭也会经营得很好 婚姻也会经营得很好 但就是累得自己 有时候稍微放过自己一点 不要这么累 很多事情 其实他有一个灰尘在那边 他等一下风一吹就飘过了 真的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 没有必要那么累